我們看看34題比較複雜的一題 先看看題目 我們看到有一塊東西乘一個份數 而這個份數有一個次方 份數裏面也有一些正負次方 第一件事,我們要分次序做 我會先拆困好 拆困好的方法就是 現在面有三塊東西 不論份子份母也好 我們也要繼續一塊東西 所以一二三,三塊東西 我們要用這條式去測試 裡面有個數字是沒有次方 沒有次方即是隱藏次方 一次方 它是一塊東西 X3就是三個X剩 一個Y就是Y的次方 所以第一件事,先做次方 承下去,每人的次方便變成負數 先不要理會負負 先承進它 好,接著我們再考慮一下 外面這塊東西是甚麼意思 外面這塊東西其實承進去 我們承進分子裡 整數成分數 我們以為是承進分子裡 所以其實這塊東西 都屬於分子的一部分 好,或者是醜一點 但這樣 這塊是屬於分子的 之後,我們再考慮一下 如何處理負數的問題 有個負數 有個負數 好,就像之前一樣 其實負數代表你轉邊 即是乎乎X-3 你抽走一個負數 它由上面變成下面 又一樣 或者下面又變成上面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概念很複雜的話 其實之前也說過 有一個弱數的方法 想想一件事 與X-3是相反的 那就是X-3次方 那就要中和它了 但上下也要成 因為我們正在做礦分的概念 上下也要成 然後呢 一個約了一個 所以就回到X-3次下面 Y也有相同的想法 上下是整個Y的一次 Y的一次就是Y 所以一個又約了一個 所以剩下一個Y的下面 當處理所有負數的時候 現在才開始想想 相同同類的東西 的約分 例如X-2次 X-3次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有一條分線 X-2次和X-3次的約 應該在下面比較多 上面比較少 三個約兩個 如果一個約了一個 下面應該約剩一個 Y就全部在上面 這個隱藏次數是1 所以這裡有4個 乘1個 加起來應該是5個 你可以追回這裡的公式 成和除 除就是分數 所以 其實分數就是減數 這樣我們約剩所有東西 都是分母 分子沒有東西 補回一個1給它 這樣就完成了